哈喽大家好,我是鱼雅 刚才接了个七八活,三个小时 过来给朋友剔个八 我现在在他的塔雕上 他这个操作室两边只有玻璃,没有窗户 只有前面能打开 我那个起码有三个窗户 能打开这么多 然后还可以再开一点 最大就开这么多 通通风 这边还挂着个白色的东西 不知道是个啥,小家电 是耳机吗 戴一下,好像也不是耳机 这个应该是颈部按摩的 这样戴的 我没有开,应该是这样戴的 挺会享受的 上面有三个杯子 泡的茶 大哥呢,爱喝茶 这边还能抽烟 拖了这么多 全是烟拖 刚才那个座椅 我第一次做这个座椅 差点倒了 下面没有固定 我还以为给人家压坏了 我说压坏了的话 今天挣的钱都不给人家 不够给人家买个座椅 而且他这个座椅比较好 这下面全部能压倒 可以一直躺在上面 我那个就不行 都说呢 塔料操作是铁皮做的 真的是铁皮做的 全是铁皮 这一块坏了 是铁皮 上面就是这个塑料板 就这一层 所以呢 是夏天特别热 很烤熟 冬天特别冷 它这上面也有空调 后面还有个暖风机 我刚才关了 连工都太高了 这个蒙一开呢 到处是瓶子 全是那个大瓶子 塔料下面呢 不仅有红茶瓶子 还有矿线水瓶子 只是颜色不一样 全是这种大的 它这边是通的 可以走到这边去 双电机 电瓶的 两个电机 这边工地呢 挺大的 塔料挺多的 刚才进来的时候迷路了 找了半天 找不到上来的地方 下面是车库 我们这个楼顶呢 今天在打会 这个后面呢 没啥区别 都是一样的 这个大电箱 这边他用板子 把这个刹车系统保护着呢 挡着呢 全是油 跟我那个一样 它这个也是采过臂的 这边取了一块配重 所以呢 我刚才看 感觉这个大壁有点短 因为它不取掉的话 和那个塔料会装在一起 转不过来 这个兄弟这呢 还有一个音响 配了音响 我刚才拿上看了半天 我以为还是个空气加湿器 看了半天 这边有个插孔 数据线的插孔 然后这边是连接手机的 兄弟也是个音乐爱好者 红包发过来了 来之前呢 我们手机上说好是三个小时 一百块钱 但实际干活呢 干了接近四个小时 二话没说 也是说了一百块钱 大家都是同胞兄弟嘛 今天过的反正还是挺充实的 好了 我是渔野 咱们下期见